SOHO中国15日宣布短暂停牌 而在停牌之前 其股价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 创下近一年来股价新高 这不禁让人纷纷猜测 此次停牌或许是SOHO中国再次进行私有化的信号 果不其然 第二天彭博引述消息指 斯牧黑石集团即将达成以约30亿美元的估值 收购SOHO中国的交易 消息指 最快或会在本周宣布交易 如果这次收购消息属实 将是其在亚洲最大经济体的最大一笔房地产投资 一旦交易达成 潘石屹夫妇预计将合计套现金20亿美金 约合超120亿人民币 美国黑石集团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机构之一 被誉为华尔街PE之王 也是中国商业地产的老朋友 黑石从始至终都在贯彻买入修复卖出的投资策略 即寻找投资项目持续运营在高价买出 黑石的房地产投资业务已经遍及全球 投资领域主要为住宅、写字楼、酒店、仓储中心 以及房产公司股权等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去年3月 黑石集团就被赚出计划斥资40亿美元 将SOHO中国私有化 SOHO中国停牌前市值为197.58亿元 折合约25.5亿美元 收报3.8元 而单击6月份 SOHO中国累计升幅已高达58% 以为业内分析人址和去年的40亿美元收购相比 现在相当于打了75折 而且现在事后疫情阶段 全球大放水 企业收购的融资成本杠杆成本应该会低一些 那SOHO中国的业绩表现又如何呢 资料显示 2020年SOHO中国营收21.92亿元 同比增长约19% 而归母金利润同比下降59.77% 仅为5.35亿元 而同期实现税前利润也受疫情影响 同比下降17% 约16亿元 而营收增长的同时 营业成本也同样增加 2020年的营业成本为8.01亿元 相比2019年涨幅高达137.7%